迎接中秋节商机 矫正署太原寄训所 推出九箱蛋黄酥 由受刑人纯手工制作 不添加防腐剂 好味道深受消费者喜爱 而目前订单已经接到 两万五千颗了 不过索方为了维持口侃品质 限定台东独卖 不接受外线市宅配订购 想吃的民众可得 多跑一趟了 一刀切下外皮层次酥松 内馅无豆沙包裹着 饱满的咸蛋黄 滋味甜而不腻 口感香酥细致 美味的灭绝就在于 这颗金黄色的咸蛋黄 不腻色的讲 其实最重要是要 先这样喷上米酒以后 用80度的低温来烘烤 由里面散发那个香味 这个是不一样的作为 说到中秋节 最具指标性的月饼之一 非蛋黄酥莫属 矫正署台东太原寄训所 推出的蛋黄酥可不一般 从面粉过筛调制内馅 将咸蛋黄喷上米酒 在低温烘烤 每一套程序都不含糊 而且不添加防腐剂 这份坚持健康的美味 也在民国105年 成功达向名号 今年订单量 更不受疫情影响 达到两万五千颗 价廉味美又料实在 卫生安全又平和 没有问题的产品 给我们的消费者 在品质的考量之下 我们在已限定的台东地区 这边部分来服务这边的消费者 太原寄训所 为在台东东河乡的山区 对外交通运输不便 为了维持口感与品质 就像蛋黄酥 限定台东独卖 不接受外线市宅配订购 另外受到原物料 价格上涨影响 今年蛋黄酥的价格 也悄悄调升 想一场铁窗牌 好味道的民众 荷包和时间 可得多 准备准备 今天下集会 东可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